各位好 現在跟各位講 就是線流跟 constant current constant voltage 這邊縱軸是voltage 這邊橫軸是current 所以輸出多少電壓 對應多少電流 這個電壓跟電流 中間有一個比例 就是這個 它的斜率電鎖 那這個比例就是O5定律 可以看 這個V V等於IR 這樣V除以I的話 斜率就是R 各位應該要知道 這個主教要有直覺的觀念 這條斜率 就是這個電阻的斜率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 如果這個1比1的話 那這個電阻就在 正常的這個 這個中間的這個位置 正常的條件 就是說電壓到達這個高度 它對應的線流值就在 正 這是正常的狀況 但是我們這個電 我們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的 實際接的部長 不見得都是這麼理想 就是說電壓對應的 例如說這個5伏特 對應5安培 那我這個 1伏特 1伏特電壓 對應1伏特安培 那這個電子 就是1歐姆 理論上是這樣講 但是如果今天 我是0.5歐姆的話 那就是 0.5伏特 對應1安培 所以我的斜率就劃到這裡 可是我的斜率劃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電壓的上升 電源就跟著上升 然後斜率就往這裡走 但是走到這個界線 Hanser Current的界線 可能就應該會停下來 因為你線流在1安培 那超過1安培 它就不會再增加了 然後電壓呢 電壓就會停在0.5伏特 這就是電源供應器 如果你出現了線流 即便你設定1伏特 線流1安培 可是你接了一個0.5歐姆的負載以後 那它當然斜率這樣走 所以它停在1安培的線流條件 那這邊就會卡住 電壓只會到0.5伏特 就算你說 我電壓可以到1伏特 它也上不去 因為輸出的負載要求它 提供的電流已經到達它的限制 所以電壓就會降到比 你設定的電壓還低 所以一般如果你電源供應器出現CC的狀態 你的電壓就會比原本CV狀態的電壓還要小 好 那換過來 如果今天一個正常1歐姆的負載 你接1伏特 然後1安培 它的斜率在45度中間 可是如果我用一個2歐姆 2歐姆就是這換過來講 就是1伏特 1伏特的高度 但是只會對應0.5安培的電流 那我的斜率就是往上面走 那我1伏特對應0.5安培 你到了這裡以後 雖然還可以到1安培 但是你電壓只有一伏特 所以你只會停在1伏特 然後電流呢 電流就0.5安培 沒有到1安培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一般電源供應器 這個限流本來就是不希望它達到 因為我一般電源供應器都是設定電壓 所以電壓在1伏特 那我就達到我負載要的1伏特 那雖然它2.5安培 那就很好啊 沒有超過1安培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電壓的CV的這個電壓值跟電流值 它對應的歐姆定率可以對應出一條斜線 那這條斜線如果你的負載 比這個斜線的斜率要大 就是電阻比它還大的時候 那你就一定都是會停在CV的狀態 電壓就一定會達到你的目標 因為這個時候限流值 這個到達這條線以後 你都不可能再碰到限流值 但是如果你今天的負載電阻的值比 理想中的這個設定電壓跟設定電流 還要對應出來的斜率還要小 就是這個電阻值還要小的時候 那它就會吃更多的電流 所以一旦到達限流條件的時候 當然就達不到你要的電壓值 那你就會跳到CC 然後電壓會停在它對應的這個高度 例如剛剛我的0.5歐姆 它就會只停在0.5伏特 不見得CC電壓一定會變成0 這個就是要提醒大家 那是因為我們都用短度的0歐姆 0歐姆前率當然是0 那就往這裡走就停在這裡 那對過來當然電壓就是0 所以你要了解 你今天限流再開到2伏特 你今天另外講一個就是 各位我們設定限流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是用短度 所以0歐姆當然往這邊走 0歐姆往這邊走 那你就在限流開到2安培 它也就繼續往這邊走 反正還是0 3安培還是往這裡走 因為它原本這個設定的條件 如果是你設定這裡在3伏特 那它就可以一直你往這裡走 你只要走到3安培 3伏特怎樣3安培 走到這裡以前它都會限流 所以我們一般固委電源供應器 我只要把限流條件的時候 我只要把電壓燒開大一點點 那因為它幾乎是0歐姆 所以往這裡走 在這個潛圍的斜率 絕對都是先碰到限流值 所以你一定很容易調限流 這就是為什麼用短度的這個電阻值 調限流 因為你這邊3伏特 3安培是最大 你這邊只要隨便用個1伏特也好 這個0歐姆幾乎都是非常小 你這0.1伏特屬於3安培 也還有0.9歐姆 也比這個0歐姆還要大 所以這條線再怎樣 都是這個電壓電流設定的線 都一定有一定的曲度 那你用短路去做 自然就一定是很大 那這個觀念希望同學能夠了解 配合剛剛 配合助教講的這個充放電的特性去觀看 可以對CVCC還有開路電壓 充放電特性都有一定的了解 以上說明到這裡